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My Calculators Classroom的Solving Hots Question 这个影片会讲解FORM1课本第26页,Mastery Q1.5的第四题 题目是这样的,三个人去爬山,在某个时刻 Eshark比加康高1.45M,然后Solving比加康低2又三分之1M 之后,他们各自爬了1.25M,0.5M和3又四分之3M 现在,要我们以Eshark为标准,找加康和Solving的位置 这种题目,我们先画图,会比较容易分析 题目没有给实际的高度,所以我们就用加康作为起点 就是0,Eshark在加康上面,就是1.45M Solving在下面,就是-2又三分之1M 现在,我们算他们移动后各自的高度 Eshark向上爬了1.25M,所以用1.45加1.25M就拿到2.7M 加康原本的位置是0,现在向上移动了0.5M,所以就在0.5M Solving原本在-2又三分之1的位置 现在往上爬,我们就用-2又三分之1加3又四分之3 就能拿到1又十二分之5M了 我们就得到了最新的位置图 不过,我们还没做完 因为题目要我们以Eshark作为起点 来判断加康和Solving的位置 所以,Eshark就变成0了 现在,我们要找Eshark和Solving的距离 以及Eshark和加康的距离就可以了 Eshark和加康之间的距离就是2.7-0.5 就等于2.2M 根据图像,我们可以知道加康是在Eshark下面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写2.2M belowEshark 找Eshark和Solving之间的距离也是一样做法 2.7-1又十二分之5 同学们可以用Calkulator得到答案 就是1又六十分之十七 Solving也是在Eshark下面 所以是1又六十分之十七M belowEshark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请记得like和subscribe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